萊豬等号美猪吗 请教院长 现在在禁止的就是 美国有韩莱克多班的猪肉啊 院长你讲到对了 你要讲清楚哦 是美国有韩莱克多班的猪肉 而不是等号美猪 如果有假消息 善不假消息 是不是应该要延办 对 向朱利伦说消递吧就是 人生生的不难留 比上人都心满平 是非局窃中游人 是若道求所信心 接下来本期要跟你讨论的 涨涨涨 什么都涨 什么都涨 院长 最近的民生物资呢 涨得不得了 你认为现在的物价上涨 严重吗 是这样 因为极端气候跟疫情影响 有些品项确实有波动 确实有波动 所以本期今天带来这个水饺 我们今天中午会吃水饺 大概都涨了五毛到一块钱 等于是涨了十来趴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个猪排 四片小猪排要四十块 接下来我们看了 骂丸 院长你是骂丸吗 骂丸台湾小吃最棒的 这么一颗 由35涨为40 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泡面 由53涨到59 这样子的掌掌掌 全民该要怎么办 院长 是这样 我们对于 整体都紧盯 那我也特别请副院长 主持这个物价督导汇报要紧盯 他昨天也才刚刚就相关的品项都注意 绝不容有恶意烘台操作的情况 那我们相关经济部 公民会也都会注意 相关经济部 我们有一个稳定物价小组 我们有公平教育委员会 所以针对如果是囤售的部分 院长要怎么办 一粒严查严办 一粒严查严办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在末端 人民 每天要接哀 我们已经看到 涨涨涨 所以这个一定要请院长 好好的去管控制 让人民可以好生活 接下来本席要请教 宝兰打高端 因为昨天呢 这个这几天呢 美国CDC宣布 从11月8号开始 所有外国人入境美国 都必须要完成两剂的疫苗施打 那么高端目前是没有在 这个美国的认可的疫苗当中 泰国也已经宣布 台湾免隔离的国家呢 那这个泰国已经宣布了 但是他的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是要完整的接种 疫苗 那换句话说 也就是WHO的 公布的这六支疫苗 这国际认证的 所以本席要请教 目前我们有多少人打了高端呢 我们现在打第一季的75万 第二季的63万 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些人如果他要出国 当然可以 但是他还是要依照隔离 但是其他的国家陆续 已经在开放 那这些人要怎么办 很多人打电话到服务处来问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请说明 对 当然一方面持续跟各国 做相关的沟通 那第二个当然提出一些科学的证据 那不是沟通的问题啊 咱们要求还没认证啊 对 那那边认证也是逐步在进行 这些疫苗 这些不要一飞冲天 一步一步来 不是一飞冲天 我们是要请问 现在党要解决他的问题 每个国家 有自制疫苗的 都有这些类似的问题 印度他有几株疫苗 所以本习要请教院长 中国有几个疫苗 本习要请教已经打的人 那其他国家已经有这样的方案 我们要怎么样协助我们的人民 混打 还是已经打的 我们可以再打其他的疫苗 应该要告诉国人 什么样的方案 对 我们请专家来研究 委员是这样 我们为国人同胞 准备各种疫苗 那大家选择各方面施打 那现在有些国家 不同的政策 我们会持续跟他沟通 另外委员特别指出来 有某一种疫苗 他如果还没有符合到 相关的这个程序 好像也在争取 那这一方面 一方面也外交途径的努力 一方面也为 福布及指挥中心 专家 依专家这一方面来判断 院长 你现在的说明 也就是本期希望要听到的 因为人民打了 他觉得OK 那但是呢 他既然其他国家已经有这样子 那我们 我国要怎么样协助人民去应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而且人民会问 现在CDC到底 我们现在打高端的 能不能再混打其他 现在人民有一点茫然 恐慌 所以本期要求 我们的CDC 应该要明确的告诉民众 到底要怎么样才是安全的 那目前的进度是什么 让社会大众来了解 接下来本期要来跟院长来讨论的假消息的问题 院长 你看到 这个四个不同意 那其中他说了 因为所提出的公投成案的文字 非常清楚的写着 莱猪公投的主文 明明他写的是 你是否同意政府应全面的禁止莱猪 禁止进口含有瘦肉精 也就是莱克多巴胺等乙型受体素 不知之肉品 内脏 以及相关的产品 但是 猜问总统的公开说法呢 是 反美猪公投 这个等号吗 请做说明 这等号吗 全民也都认为 国民党这个就是在还美猪啊 你看连朱立伦都讲 这个是消敌吧 而且他还讲 陈光伟赞成来猪就是 院长你要讲这些话以前 我们先就专业科学的方式来讨论 本席要跟你理性的来讨论 对对对 美国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肢 目前大概是占美猪的两成 美猪的两成 要讲清楚 本席认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讯息一定要正确 美猪请向院长 你跟我有这个相同的论点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本席要求问 莱猪等号美猪吗 请教院长 现在在禁止的就是 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 院长你讲到对了 你要讲清楚 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而不是等号美猪 我们所本的 是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而不是美猪 因为本席再一次强调 我们有美猪目前为止 有八成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而且他们在他们的这个量饭店里头 在卖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的标示 非常清楚的标示 他的内容物是什么 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的美猪 是哪一种标示 有这个成分 他连成分都标示清楚 所以换句话说 本席要再请教 如果赵总统的说法 美猪就等于莱猪 是吗 是吗 他平均总统向国人同胞报告的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啊 本席再请教一人啊 美猪等号莱猪吗 现在这个案子就是美国的猪肉啊 就是美国韩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 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 现在就是在决定 你另外一个思维去思考 美国目前八成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而且他们也在递减 男委会猪股也在旁边 他们也在递减 所以我们理性的来讨论 也就是说 我们所你们所通过的 不是只有美国 而是你们是开放莱猪进口 是吗 这一次 应该不是只有美国嘛 我曾经在我们的经济委员问过陈主委嘛 我们要开放的 你们认为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都可以进来嘛 是这样吗 会是即进来的 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只有来自美国 来 对 所以院长 本席希望 因为徐公共部长也站在这边 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国家 有质感的国家 是个安全的国家 所以 我们要把讯息去讲清楚 如果有制造 这样子的错误的假消息 那要不要演办 委员 你就要告诉国民长说 不要再闪了啦 直接对面出来讲清楚 你今天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 对 本席今天跟你讨论是人民的安全健康问题 我最重要 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 一定有 所以本席说 如果有假消息 散布假消息 是不是应该要演办 对 向朱立伦说小弟吧就是 院长 不要笑 你今天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内政部部长站在你身边 农委会主委站在你身边 我请内政部长 注意各地 多看 像这种 把人家讲成毒猪肉 这样不好 你看 连AIT的处长都说 他自己吃 他的孩子也吃 你讲到AIT 本席告诉你 他吃美国猪肉 他有告诉你吃 他吃美国的 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吗 包括朱立伦在美国都吃 了解的时候 本席告诉你 八成的美国猪肉 是没有莱安的 所以院长 马英九 端那个美国猪肉出来的时候 他有讲 依着你的职责 就是要让人民健康 让人民安心 而不是 做一个 等号的问题 让人民不清楚 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 农委会主委在你身边 八成的美国猪肉 是没有莱克多巴胺 而且他们 地检 在地检 为什么人家会如此 也就是希望要安全 希望要安全 所以院长 我们一定会维护安全 你所说的执政者 要维护安全 这是我要求的 所以 如果有带风向球 假消息 内政部长 一定要尽数 原本 是不是如此 刚刚院长也提到了 那个朱立伦讲说消敌 那这个 川普正在你今天 咨询的范围内 我不知道 假如是的话 内政部长 请你针对你的职责 来做回答 所以院长 本心要请教 当时 莱猪政策 是在你行政院的任内 也在总统府所公布之 那如果 反萊猪公投 过关 那是不是表示 对人民的不信任 不是 政府的不信任 公投 是不是表示 对政府的不信任 我们都会 就公投 的规定来办 说明 如果公投 也就是说 反萊猪的公投 过关的时候 是不是 对人民 人民对 政府不信任 委员 这是不是应该 就事论事 当然了 因为这依法嘛 你们就是律师嘛 这依法 人民的权力嘛 公投 朱立伦就要把它 操作成为 本心再请问你 反萊猪的公投 如果过关 是不是表示人民对政府 是不信任的 朱立伦要把它操作 请教 是不是 结果论 我们都会依照 公投法的效力 那请教 大家各自去说明 这是民主国家 大家各自去说明 那请问 你认为 这一个反萊猪的公投 会过关吗 我 向人民报告 我相信 台湾人民的理性跟自卫 只要不被 扭曲 不要不被 院长 你身为执政者 你讲一个扭曲 台湾人民会做民主决定 本席问你嘛 结果 12月18季将到 会不会过关 我就说 不要被国民党操弄成为政治斗争 所以你这样说是有疑虑的嘛 就一定会理性思考 对 所以本席要告诉你 如果反萊猪公投刹是过关的 表示 人民对政府是不信任的 我们觉得 依法是如此嘛 的决定 所以千万 做决定的时候要理性思考 对对对 所以我们12月18 马上到了嘛 不能加入CPTPP 好你所谓的CPTPP待会本席会跟你讨论 来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来讨论 你一直说CPTPP 为什么我们要缴一个不是会员国的 这个 这个 通行费呢 川普上任的时候 我们加入CPTPP是很重要的 当然是很重要啊 可是一条规矣 请你去看清楚所有的 谈判会员国 好不好 因为你是行政院长嘛 我不喜欢说 听到不正确的讯息嘛 我讲的是正确的 正确的 怎么正确 11个会员国 都容许萊猪进口 院长 你告诉我们说 如果没有进萊猪 我们会进不了CPTPP 一定的 是不是 对 是不是 对 你好好去做功课吧 一定的 因为人家死一宿都准起来 请你好好去做功课 只有你台湾 我们要好好的来做功课 来本席跟你讨论 现在不是在给会员报告 你要好好跟我报告你去做功课 我不想听到不正确的讯息 我们也不要去缴那个不是会员国的通行费 人民已经很苦 这个是国际组织 人民已经很苦了 好 接下来 用这个理由告诉民众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一定会 因为人民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安全 刚才你说的嘛 国民党不是要法媒党部 让中国去加入 公元是否 优优独播剧场 前段 前段